这家知名连锁大药房被曝光 日前,上海市药监局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因销售裂药被罚目共计3665.4元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向上海老百姓一瓶大药房销售药盛糖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制和手务 经上海市洋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性抽样 初检与复检均不合格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 被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药品 并被罚款2145.6元 没收违法所得1519.8元 2月22日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曝光第一批价格违法典型案例 其中经查发现 为原县爱新老百姓大药房从1月22日开始借口罩等防疫用品需求激增之机 将之前售价为5元每代的依次性口罩 提价到10元每代销售 涉嫌哄抬价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